其实爱情和贫穷一样,是没有没法隐藏的,即使你忍不住了不说,你的眼神还是会出卖你,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,你看他的眼神是发亮的,总是忍不住靠近他,心甘情愿为对方付出,可是当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,即使对方就在你跟前,你也会选择视而不见,甚至不想和对方多说一句,那种冷漠和无视是隐藏不住的。 感情本来讲的,就是两情相悦,你永远也感动不了一个不爱你的人,所以要适可而止,真心要留给真正懂得欣赏的人,而不爱你的人。 则可以趁早舍弃了,通常来说,一个人越是不爱你,越会有这样的表现,要及早看清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为您讲述更多与人相处之道。 一,揪着错误不放。 爱情是两个人的互相迁就,共同进步,人非圣贤熟能无过,更何况大多数只是普通人,没有人是完美的,更没有人会事事到位,不会出错,倘若恋爱中的彼此都没有一颗容错心,那这段感情就很难坚持下去,只要你出错,无论大小,男朋友就会责怪你,丝毫不去考虑你的感受。 这样的情况简单点可以分手。 如果自己陷得太深,很容易就会处于被动地位,不加思考地去反思自己,热恋期的小错误是情趣,感情淡了任何错误都会被放大,当男朋友开始一味地责怪你时,就说明他不爱了。 在三十而立中,顾家可惜包容丈夫在工作创业中的失误,尽可能地让丈夫有面子,丈夫想做一个梦想家,那顾家就去应付商战里的盈盈狗狗,顾家包容的原因就是,他爱这个结婚多年的男人,不希望他一个人去面对风雨,婚姻与爱情最好的状态就是一起前进。 一起面对,这可能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大的意义,当对方犯了错,遇到了困难,不要去责备,而是去共同面对。 爱情这种东西不是说消失就可以消失的。 刚开始,顾家的丈夫对顾家也是非常的包容支持,顾家想创业丈夫就给他鼓励,遇到了困难,丈夫就安慰他。 然而,这样的感情还是抵不过不爱这两个字,渐渐的,丈夫开始反对顾家安排的晚饭, 甚至是大发雷霆。 当顾家的茶庄遇到了问题,丈夫不是去照顾他的感受,而是加深顾家的挫败感。 丈夫的爱变质了,在各种诱惑和时间的魔力中,两个人之间出现了隔阂。 这样的爱情还值得顾家坚持吗?这样的婚姻还是爱情的归宿吗? 当男朋友开始揪着错误不放时,就分手吧。 恋爱中的小错误都可以通过两个人沟通解决,一直被指责的感情本身就是不平等。 二、很少主动找你,也不怎么搭理你。 如果爱,思念真的就会决堤,那个人,总是会非常想念你,想要和你在一起。 因为有着这样的情绪,所以基本上每一天他都会找你,主动找你聊天。 找你见面。 只要自己有时间,他就都愿意花在你的身上,就算自己挺忙的,也总是会抽出时间给你, 从来都不会舍得冷落你,会不断向你靠近,想要离你更近一些。 他会对你主动,每当你主动找他,他更是会热情地不行,一副自己随时都在,非常欢迎的样子,从来都不会不耐烦,甚至有什么厌烦的情绪。 反之,当一个人并不爱你,就算他有时间,他也并不会愿意用来找你。 只会去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,也只会去和他真的喜欢的人待在一起,对于你。 他总是特别地被动,根本就想不起,基本都不会主动去,因为不想,也觉得并没有必要。 他对你不主动也就算了,与此同时,你主动找他,他也并不会有什么好的回应。 只会总是显得很忙,没有时间和你聊天,只会总是特别地敷衍,一心只想要赶紧结束,只会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解释,直接就不回复你的消息。 三,不愿意分享,也不关注你的事。 成年人的世界,每个人都很忙,都并不会有什么闲心,去在意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,也总是会显得比较的内敛。 并不会总是逢人,就去诉说自己。 唯有遇见了自己很喜欢,很想要在一起的人,才会总是想要让对方了解自己,也想要知道对方的很多事情,想要探知对方的一切。 越是喜欢,就会有着越多的倾诉欲,也就会有着越多的好奇之心。 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绪,同时也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本能。 所以,要是相处中,对方并不太愿意告诉你他的事,也根本就不愿意让你参与他的生活。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,过去都经历了些什么,每天都在发生什么,他都不在意。 一切就很清楚了。 并不是他对外界没有兴趣,也不是他真的就没有什么经历,他只是不愿意和你共享而已。 既然不爱,他就会觉得,自己的事情,跟你并没有什么关系,你一个外人并没有什么必要参与,你的事情,也同样与他无关,他丝毫都并不感兴趣。 他就只想要好好去过自己的日子,将你排除在他的世界之外,让你们并没有什么瓜葛,也并不会有太多的关联。 四,不愿意为你花钱。 钱不是万能的,真正的感情也不应该用物质金钱来衡量。 但如果你的男朋友,连最基本的钱都不想给你花,那可能是真的不在乎你,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,但是一点钱都不愿意给你花的,必然对你没有太深的感情。 在恋爱这条道路上,你有是男方最重要的伙伴,这段过程,不仅仅只有口头上的承诺,更应该有实际的行动。 爱你的人不会对你小气,会不由自主地想给女生最好的东西,只有不爱了才会觉得给你花钱是在浪费。 女生想要的,不仅仅是所谓的礼物,更重要的是礼物背后的意义,如果经济条件有限。 买不起昂贵的礼物,送一个能力范围的礼物,也同样是心意。 在钱钟书先生写的《为诚意书》中,有这样一个角色,他既吝啬又花心,这个人就是李梅婷,在回学校的路上,他的爱人身体不舒服。 然而,这个吝啬的男人,并不想拿出身上要出售的药丸,因为药丸一旦打开,就卖不了好价钱,在李梅婷的眼里,金钱比自己爱人的健康还重要,这样的男人,根本不值得爱。 真正爱你的人,即使没有钱,也会想办法送一个生日礼物,女生想要的,并不是名牌奢侈品。 他想要的,只是一个愿意为他付出的人,当然,对于女生来说也同理,爱一个人,女生也会喜欢为对方花钱。 当你的男朋友,在日常的交往中处处计较,花的每一分钱都要平分,所有的节日,只是一句的祝福语,那这样的男朋友,可能不是在谈恋爱,只是想找个人搭伙。 五,嫌弃你,总爱各种说你不好。 爱你的人,他很清楚你并不是多么的完美,有着不少的缺点。 即使如此,他也并不会因此就不爱你,在他的眼里你依旧是特别的,依旧很闪闪发光。 对于你,他从来都不会挑挑剪剪的,只爱你的优点,完全不愿意接纳你的缺点,只会接纳那个最真实的你,绝对这样的你,其实就已经很好了,胜过了很多人。 他对你总是会特别的包容,特别的欣赏,还会鼓励你做自己,鼓励你喜欢这样的自己。 但是,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,他并没有那么的接纳你,反而只是经常都在各种指责你,说你这不好,那不好,常常把你评判得一无是处,你就要小心了。 各种打压你,各种嫌弃你的人,不是他自己有多么厉害。 也并不是你真的以后多么不好,只是他并不怎么爱你,所以看不到你的好,所以才总是会那样待你。 不会顾及你的感受,不会懂得心疼你,只会总是盯着你的不足,总是想要让你臣服于他。 通过这样的方式,来让你各种怀疑自己,来更好地控制你,让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,根本就不会管你会怎么想,会有着怎样的感触。 张爱玲说过,爱是一生的磨难,不爱是一生的遗憾。 爱永远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,纠缠不清的复杂话题,爱一个人需要经历千辛万苦。 正如所爱隔山海一般,而放弃爱一个人便会成为一生的遗憾。 其实,看一个人爱不爱你,很容易。 当一个人深陷爱情,就像在浓雾里行走,分不清东南西北,更不知道自己想要去啊,想得到什么。 这时,局外人看得更加地清楚明了。 所以,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,真正的爱情,都会体现在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里。 通过这些琐碎的生活,你最能看出,你的伴侣是一个怎样的人,他究竟爱不爱你。 实际上,一个人若是不爱你了,他甚至连一个电话,一句问候,一个视线交流,都觉得烦躁和多余。 而这些一次次不厌烦的表现,无疑是对感情最大的否定。 久而久之,两人之间没有信任了,更别提爱了。